今年的金門宅山坑道音樂節 27號順利登場 那麼受邀表演的大提琴家張振傑 以和平的渴望和希望的曙光 作為這次音樂節的中心思想 希望在疫情之下 也能夠透過音樂帶來正能量 讓大家攜手度過難關 那麼兩天共演出了六個場次 吸引了一千兩百多位民眾 到場聆聽支持 悠揚月聲穿過整條坑道 配上女高音的天籟美聲 表演團隊坐在竹筏上 緩緩划過寧靜的水面 詩人向陽也受邀表演 朗誦充滿濃厚本土情懷的 阿爹的飯包 觀眾全身貫注 仔細欣賞 今年的金門宅山坑道音樂節 27號正式登場 兩天共演出六場次 吸引一千兩百多位民眾 到場聆聽 很感動 今天有這樣的體會 真的很棒 很棒 也希望其他人有機會 一起來享受這樣的音樂 很開心 非常地棒的體驗 大提琴家張振傑 也以和平的渴望和希望的曙光 作為這次音樂節的中心思想 希望即使在疫情下 也能透過音樂帶給民眾 滿滿的正能量 音樂是可以給大家最棒的能量 音樂是可以安撫大家的民心 我們有信心 疫情一定會變得更好 所以我們等到最後一刻 原作為小艇運埔的宅山坑道 卸下軍事外衣後搖身一遍 開辦另類的音樂會 讓音樂家用音符說歷史 賦予這個戰地遺跡全新生命 記者温明雅 今年的報導 好 好